將能入夢 欲天逍遙 欲天問情 大家好我是瑞碧 我也被寫真3D陷下角色扮演選修遊戲 遊戲在線壯闊的九州大世界 360度的無邊界自由飛行 絢爛美景 技術夜頂 不僅可以同心共戰 擁有美人盟處之外呢 還能取到美嬌娘 其實這款遊戲整體來說 遊戲裡頭有非常豐富的模式 副本活動可以爽快的玩 那今天呢我也就只能敲個幾樣跟大家做分享 第一個要介紹的就是蜜符 那蜜符的話從活躍的地方可以找到 那裡頭的話其實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副本 那蜜符呢是可以單人入場的 或者是隊伍進入 就算是一個邊緣仔 你也不用擔心真是一個貼心的副本對不對 然後但是要記得呢 要選擇自己符合等級的蜜符關卡 以防萬一你會被打掛 在單人進入之後呢 就是我一個人要來闖這個關卡嘛 然後從我們現在遊戲進來之後 其實有三個通道 那這個會跑出來呢 其實它就會聚集在中間這個地方了 所以大家也就不用亂跑 就只要待在這個區域裡頭 等待著一波一波的怪來找你就好 那這個怪呢 其實它分為就是10波的怪 然後總共副本打15分鐘 第1、第2、第3、第6、第7、第8波的怪呢 都是普通的小怪 然後第4波、第9波 還是精英怪 然後第5波跟第10波呢是BOSS關 那要記得呢 這個一波打完才會有下一波的怪打出來 所以大家就不要急 就好好的在這個圈圈裡頭 就是享受這個 蜜符副本帶給你爽快的刷關就好了 好嗎?大家不要亂跑了 那再來就是從旁邊這邊看是 目前是 我是S級 也就是我在 時間內通關 到了下一關之後 就是可以在 準確的秒數裡頭 有效率的通關 它就會去給你評斷你的分數 那這個評級呢 就會影響到你把這個蜜符副本打完之後 拿到的副本的獎勵 大家要記得不要亂跑 這個是小撇步 因為我們的招式有很多是LE傷害 那LE傷害的話 其實就是大範圍攻擊 所以我們把怪吸到了我們身邊之後 就開啟我們的技能 其實就LE大範圍就可以把這些蜜符的揉揉 給擊殺掉 然後每一波怪的話 像一般的小怪是要壓在1分鐘內清掉 然後精英怪的話是1分半 然後BOSS關的話就是2分半了 如果在時間內通關的話就可以一直維持在S等級 但是如果你一超過時間的話 它就會往下降級囉 但這一波裡面就只會降一次 唉唷再來是大BOSS了 盡力 努力 用力 就是要把他擊殺掉 差不多半血 差不多半血了 欸不要鬧喔 好緊張 我們有一種在跟時間賽跑的感覺 5 4 3 2 1 過了嗎 我覺得B也是不錯了啦 我們已經盡力了啦 量力而為了啦 拿到這個獎勵呢 其實就可以開始使用它了 因為這個獎勵就可以銜接到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九州傳的地方 然後九州傳裡頭呢 每30集的時候你會開一個章節 然後每一關的裡面呢 都會有不一樣的關系列表 我們先點的第一卷 翻手為雲 點下去 啟動它之後呢 就我們的戰力就會提升 提升完之後我們可以到我們的斷心地方 斷心地方的話就是可以直接做升星 可是這個升星呢 也是需要卡牌的 假設沒有卡牌的話就是不能升星了 所以我們要升星的話 就必須到我們的 碎片商店裡面去做收集 或者是說我們再打秘符 去拿到這些卡牌 然後才能去做升級 而且它這個升星只要升過一次星星呢 它的升星就可以 無限的醒星星 是不是很爽快 然後浮的地方的話 其實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 現在目前為止擁有的卡牌 那當然卡牌圖鑑你也是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就是你有擁有的跟未擁有的 然後有時候你會覺得有些卡牌 你可能在你的屬性裡面是你不想要的話 那怎麼辦 你還有一個一個分解 Don't worry be happy ok 我們右下角 場上非常貼心 一個批量的接替 你只要把你不要的直接批量的解掉 它就會換成碎片 那越高級的卡牌 其實換成碎片就越多 所以你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你缺了某一些卡牌 你可以利用這個分解卡片 得到碎片去合成你想要的卡牌 那再來就是碎片商店 碎片商店的話其實你可以找一些就是你有緣的卡牌 因為而且這些卡牌的話是你可以有免費刷新兩次的機會 那再來就是每一天的8點、12點跟晚上6點 這個商店也會再一次更新 那我自己個人啊 非常在乎的一點就是外觀 這一次的話 時裝的部分有分為衣服、武器、髮型、翅膀跟坐騎 因為畢竟在玉天問琴裡頭 你有這些時裝的話其實也是一種個性的展現 我怎麼可以不好好打扮我自己呢 我可是要去掉金龜絮的 衣服可以透過的是轉職、主線任務、福利贈送 或者是商店購買都是有的 所以你可以點擊你想要的衣服 然後其實它就可以跟你說解鎖的地方 可能是透過活動才能得到啊 來源的地方 然後你也可以先試穿 稍微看一下說這件衣服是不是你喜歡的樣子了 然後武器也是差不多方式的獲得 然後還有雪人娃娃 看雪人娃娃也太可愛了吧 還有熊熊 熊熊也很可愛 然後再來就是髮型 其實它髮型還算蠻多變的 而且是有帶頭套的啊 有特殊的髮型啊 有耳飾的啊 再來就是翅膀 但是從翅膀來看的話也可以看得出來 每個人對於翅膀的等級是有所不同的 因為翅膀的話它可以透過的就是淋雨系統 淋雨系統可以改變翅膀的外觀 它總共有五階 然後六個外型形象可以給大家參考了 然後商店也可以再購買到翅膀 藉由就是翅膀再把自己站立往上提升了 好再來是坐騎啦 我現在的話是騎這隻鹿 我自己很喜歡這隻鹿 非常喜歡 哇 這是騎 騎月亮的概念欸 然後騎鳥鳥 然後坐騎呢 它有一個坐騎系統 那坐騎系統的話它可以 也可以改變它的外觀 總共有13個外型 然後坐騎的話也可以在商店做購買 然後另外有一個特點要跟大家說 就是呢 美人 美人是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打架的 那美人其實它的外觀也可以去做改變的 也就在形象的地方 它的每個形象它的 擁有的技能也是不一樣的 也可以提升你的戰鬥力 時尚的等級 這個時尚等級也很重要 因為時尚等級你越高等 你的生命攻擊防禦也都可以再做加成 然後再偷偷告訴你們 當你擁有重複的時裝的材料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分解掉 分解掉的話就可以增加的是時尚的這個等級 它的數值就會時尚度就會往上提升 你的等級就可以往上再加 影響到的就是你的戰鬥力了好嗎 還有一個我自己蠻喜歡的地方 也就是在我們右下角 境界 一個人 我們不能永遠只當一個平民的概念 我們一路的往上爬 所以境界呢 其實就是我們在這個仙霞遊戲裡面 修仙 非常好的一個證明 那境界呢 其實有總共有20個不一樣的境界 那境界其實這個修行是越活命越難 然後所以你在路上看到一些級別很高的人 你要巴解一點好不好 巴解這些境界高的人 所以他可以帶你上天堂 那這個境界成功突破的話 也是可以讓你的生命跟攻擊是往上提升的 大概是你100等的時候可以開啟 去慢慢升級你的地位的意思 然後再來就是突破所需要的材料 其實前兩段的需要的東西比較少 那其後的像先帝階段前都需要的材料是 天地太斗單 升級到聖境 他所需要的材料就變成舉世的聖仙單 那突破的這個難度的劃分 其實你到新春之前的材料跟戰鬥力是很好滿足的 到越後面其實越難 那這些材料獲得呢 像是天地太斗單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也比較容易獲得 野外掛機其實就有機會可以拿到 還有像十連抽啊參加活動都可以拿到 但是舉世的聖仙單就比較不容易了 他只會在十連抽跟運營活動中才可以拿到 但是商店這個是限時的 他每次開的限時東西會比較不一樣 我們購買這個東西沒有在索軟的 我們想要什麼就買什麼 所以呢我們現在已經有非常多個之後 我們就直接渡結 渡結成功 漂亮 我們就從剛剛的先有變成的足跡 然後再來我們這個金剛蛋可以再繼續往上升 再來可能我們的單量 就要再繼續的去藉由掛機或者是去藉由商城去買到 有機會可以拿到 大家就要好好把握囉好嗎 那這一次的話帶給大家的話就是 遇天問起的這一款仙霞3D的手優 如果你喜歡的話就趕緊下載 不要錯過這一次好玩的手機遊戲了好嗎 那我是Ruby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